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,我是汪婷之 陈昌谋多2020财政年由银转亏,净亏1亿6558万令吉 全年遭遇核心亏损1亿3720万令吉 这归咎于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 以及疫情导致销售额萎缩29% 不过金融服务业务方面,陈昌摩多取得盈利2090万令吉 该公司没有宣布派息 展望未来,随着新款Nissan Elmera在去年推出 肯纳哥同行研究认为这是转亏为盈的催化剂 另外,该公司和上海汽车集团达成的海外分销协议 也可能是未来5年业绩的救星 考量到需要交付1亿0900万令吉国产税给内陆税收局 行家下调2021财政年核心盈利预测至亏损2970万令吉 同时下调目标价至1令吉25仙 维持跟随大使评级 请 vois您的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